纽约时报大动作 大篇幅地报导了 台湾的以美论现象 大家想想 纽约时报会专门写一篇文章 分析以美论 就表示以美论越来越高 而且未为风潮 所以以美论的这篇文章 就是告诉大家 台湾从过去以及现在 历史的经验 还有现在客观发生的事情 大家对于美国 越来越不报以信任 未来美国极有可能是川普当选 而川普他对于两岸 表态得很清楚 就是他到底要不要帮助台湾出兵 他拒绝表态 他痛恨台湾抢走美国的工作 对台湾毫无好感 当然报导是希望说 美国要多多的来协助台湾 但未来的机率非常低 那第二个呢 就是川普也都直接告诉大家了 他的性格也好 或者是他在参选时期 相关于两岸议题的宣誓 都已经表态 几乎就是台湾是可以交易的 所以 等于民进党未来的路线 早就被美国狠狠地打脸 民进党希望美国要帮助 但是过去的经验显示 美国不会帮助 川普是希望要能够跟台湾做生意的 要帮助你也不是不行啊 要谈啊 要有利益交换啊 可是台湾的筹码 早就被蔡英文败光了 对吧 那我们波音买啦 莱猪也吃啦 我们甚至台积电都过去了 那我们该买的军购都买到2028年啦 一路买 那难道赖清德还能够在承诺什么事情吗 美国在台协会AIT理事主席罗森伯格 前国安顾问哈德利 14日晚间8点33分 搭乘美国联合航空班机 从旧金山抵达桃园机场 一路上没有发表谈话 另一位前副国务卿石坦伯格 则在傍晚6点先行抵达 代表团将于15日与台湾各界政治领袖会面 传递美国人民对台湾顺利举行选举的祝贺 而台湾总统大选结果出炉 美国总统拜登第一时间这么说 简单明了一句话 拜登面对记者提问 秒回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明确重申美国立场 对赖清德划红线 美国知名两岸关系学者葛莱伊评论 拜登的回应是美国长期以来的一贯政策 在这个特定时刻重申别有用意 大陆外交部则在13日深夜发表评论 重申一中原则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定海神针 大陆学者更分析 北京与赖清德不会存在蜜月期 可能在520前就会采取一些施压动作 未来恐怕将从政治军事经济等多方面 收紧过去对台湾的让步空间 近期对AGFA可能也会有更多动作 第二波终止关税减让名单预料很快就会出炉 针对性制裁两岸经贸会提早显现 你说拜新的居指正道路 还会不会很能开放陆克来台 台上更忧心台湾的经济状况 可能因此低迷带来不良影响 香港媒体也形容 未来的四年台海局势可能会更加火爆 北京一定会做出某些反应表明态度 只是不晓得这记耳光会是什么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报告人侯汉廷 以美论和依赖论 像两团乌云照在赖清德头上 尽管赖清德在选前都强力的否认 说这个都是对岸的戒选 这个都是对岸的谎言的不攻自破 然而实际上它却早就已经发生了 包含像是赖清德刚当选 美国立刻派人来到台湾 要求赖清德不能搞台独 这不就是依赖论的具体展现吗 赖清德刚刚说出不要有以美论的时候 AIT直接打脸说以美论是言论自由 好那么到了现在选后的时候 纽约时报大动作大篇幅的 报道了台湾的以美论现象 大家想想纽约时报会专门写一篇文章 分析以美论就表示以美论越来越高 而且未为风潮 难道纽约时报会专门写一篇说 哎呀台湾有人怀疑日新说吗 难道美国纽约时报会专门写一篇 哎呀这个大家怀疑高铁没靠背 不会吗 纽约时报不会为了一些井底之蛙 或者是疯人愿出来的大兵写文章 写的当然是认真的事情 所以以美论的这篇文章就是告诉大家 台湾从过去以及现在历史的经验 还有现在客观发生的事情 大家对于美国越来越不抱以信任 尤其像是美国的从阿富汗撤军 甚至呢俄乌的战争美国也不愿意出兵 就连轻如兄弟的以色列 美国也都不愿意要帮助以色列派遣地面部队的时候 你怎么能够说服台湾人 美国真的会遇到危险帮助台湾出兵呢 再加上未来美国极有可能是川普当选 而川普他对于两岸表态得很清楚 是什么呢 就是他到底要不要帮助台湾出兵 他拒绝表态 他痛恨台湾抢走美国的工作 对台湾毫无好感 因为我们来猪已经吞了 武器也买了 会不会有点跟美国真心换绝情的那种感觉 不是早就知道了吗 对于美国前纵 川普近期责怪台湾 抢走美国金片时 不能够保证出兵保财 还称应该向台湾加征关税 台美关系怎么从进入磐石变成敌对关系 台湾是美国非常重要的伙伴 我想我们是美国的伙伴 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 我们有发稿了 会觉得说这个有人质疑 你说民进党都晋升吗 没有回答记者问题 吴钊燮转身就离开 但当年戴上川普口罩 公开立体的民进党 现在全部都晋升 甚至当时可以跟川普直接通电话 小英总统现在去哪了 川普的意思就是 他如果表明他要协防台湾 他就会失去跟中国讨论的空间 有可能会出卖台湾 当然是这样 对川普大声疾呼 台湾抢走美国金片生意 美国早该阻止 企业大脑跳出来反驳 国金片成功是靠台湾人 努力出来的 但蔡政府却一声不吭 目前花点钱还是小事 把台积电送给 送给美国还是小事 等真的要为了台湾人 为了美国的利益 出来流血的时候 台湾人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走上战场的时候 那才是真正的悲哀 那个时候美国 称赞达到目的了 大国脚立之下 美国要重振经济领导地位 恐怕将台湾沦为牺牲品 名将口中台美吻过友情 恐怕也只是真心幻觉情 就是个做生意 能交易能卖掉就结束了 所以在拜登的执政时期 纽约时报登出了 台湾的以美论节节高升 当然报导是希望说 美国要多多的来协助台湾 但未来的几率非常低 那第二个呢 就是川普也都直接告诉大家了 他的性格也好 或者是他在参选时期 相关于两岸议题的宣示 都已经表态 几乎就是台湾是可以交易的 所以等于民进党未来的路线 早就被美国狠狠打脸 民进党希望美国要帮助 但是呢 过去的经验显示 美国不会帮助 川普是希望要能够跟台湾做生意的 要帮助你也不是不行啊 那要谈啊 要有利益交换啊 可是台湾的筹码 早就被蔡英文败光了 对吧 那我们波音买啦 莱猪也吃啦 我们甚至台积电都过去了 那我们该买的军购 都买到2028年啦 一路买 那难道赖清德 还能够再承诺什么事情吗 好像没什么东西 可以再继续承诺 对吧 买大豆 买玉米 那你能买到多久呢 难道你要一口气 买到2035年吗 那好像也不太现实 你说台积电 难道还要再扩大生产吗 那好像也不太现实 所以对于赖清德来说 现在的对美关系 反而是最艰困的 因为所有能够开的支票 通通都被蔡英文给开光光啦 赖清德想要延续 所谓的舔美路线 但发现呢 就算想要掏钱 讨好美国 但口袋里实在没有更多钱啦 所以如果一个搞台独的赖清德 再加上 愿意把台湾交易掉的川普 所以现在有人说了 台湾这颗棋子 被抛弃还有多远呢 那只能够说是 离着川普的上台 以及赖清德的乱搞 越来越近啊 近期美国的许多政客 频频来台 到底对两岸之间的局势 有什么影响 我想大家很关键要问的问题 就这些人来 到底来干嘛呢 对吧 他到底给台湾 有什么实质上的好处吗 当初裴洛西来到台湾 远见就做过民调 五成五的人认为 对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 没有帮助 甚至呢 有七成的人认为啊 培洛西来台 就是为了他个人 搞商业目的 或者是要来卖武器的 而从过去以来 我们发现 希望美国来给台湾的帮助 该来的都不来 但不该来的拼命来 比如说啥呢 哎呀 培洛西来到台湾了 然后围岛军演开始了 海峡中线没有了 然后美国的雷根号 跑了 蔡英文去见麦卡锡 山东号来了 尼米自建 又跑了 是吧 该来的不来 那不该来的呢 比如说莱猪来了 波音来了 对吧 那甚至呢 一堆爱作秀的政客 通通都来了 520还要再来一大波 这些人来台干嘛 因为自己选举就要到了 所以急急忙忙来台湾 作秀打卡 显得自己好像很反华 好奇怪 美国的这些国会人士 要彰显自己反华 不是断绝和大陆的经贸 也不说自己呢 完全都不用大陆货 就是来台湾拍照打卡 说两句挺台湾啊 骂骂大陆啊 回到美国呢 就继续骗吃骗喝了 真的是最廉价的一种反华方式了 毕竟呢 连这些基本的招待 台湾通通都买单 那台湾到底得到了什么 实质性的利益吗 得到了他们说一句 嗯 挺台湾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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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